我們今天邀請到幾位特別來賓 我們先來打開一下看他們有什麼東西吧 打開了以後發現有非常精美的規格說明書 還有非常精美的Token 我先打超精美的 那我們就一個說說說吧 說說 他好辛苦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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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每個人的生物呢 可以吃怎麼樣的 就是他的得分的條件 例如說像鯨魚 因為他是用雞的 所以他的嘴巴從哪裡的時候呢 他就會吸到多少的食物 然後鯊魚是橫桶石狀的 所以他是十字形 那海豚就是在繞圈圈游泳 所以是九宮格 然後像海龜的話身體比較小 所以是腳的十字形 跟海鷗是飛來飛去 所以就是他蠻蠻蠻蠻 你來看得懂嗎 不要把他吃得懂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大家就有自己的顏色 顏色就是對應到上面的這個 自己的顏色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把顏色先放在0的位置 但是我們現在分數都是0分 0分 0分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可以取取回生的神秘 跟神秘 跟神秘的服務 那就是 你可以移動你的物件 但可以買到位置 或者是假如之後被網上 的話也可以 做那個 求救動作 好 那首先的話 我們牌上面有12張 那個 綠色的牌組 那這邊的話 假如四個人的話 我就一人三角 那三個人的話 就一張 所以一人去抽 三角吧 假如是功能牌的話 再幫我丟回來 另外再抽一次喔 功能牌就是最後的 直接 這邊就叫做功能牌 那接下來 我們這個牌是可以用來的 看了以後呢 你就把它蓋著放在上面的位置 讓人家不知道 不知道你應該 這張牌是什麼東西 要隨意的把牌放在你想要買的位置 要打開喔 好 然後我們這就是場上的預算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有 眉毛會出那個人開始了 眉毛會出 有點難啊 哈哈哈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 請問你第一個 你想要抽牌呢 還是要放動物 喔 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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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是抽牌 太恐怖了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喔 這個是垃圾的 這應該是白龍要抽到的 哈哈哈 對啊 哇 東西一樣 我們假設專店的 非常的乾淨又漂亮 那你要放棄生物還是要抽牌 哇 突然海狼 哈哈哈 哈哈哈 天天的白龍 非常的邪惡 對 非常的邪惡 哇 天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放得好放得好 好凶狠喔 太狠狠了 太狠狠了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大亂動 哥哥哥 我真的幫你再騎我的發育 對啊 太恐怖了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玩比較深海的礁石版本 礁石的話 我們剛開始每個人呢 挺隨意的 拿一個礁石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把它隨意的 擺在 上面任意的位置 好恐怖 好的 那礁石的話 它有什麼差異呢 例如說 像我們剛剛有海浪的話 它打到礁石那邊 所以就被拿出 就過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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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風雪風在旅程的時候 假如它剛剛是 招式的鞋子 它就不太大 然後 等一下 下一個叫風彈 創作物 主力就知道 看你要適害誰吧 我臉難看著它 我臉難看著它 害我就吃掉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這時候就要請 激打一次 藍色的鞋子 好 好 好 看你右邊要使用魚頭 再鞋一次 魚頭可以增打一次 再鞋一次 好 喔 對 沒有了 不行 牠很像 我這一個 牠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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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也很像 牠很像 牠很像 煩惱的無臉 煩惱的無臉 天啊 那我要指兩隻 我先指陰龜 你要命長一點 要不要 要不要救 我先指海鷗 海鷗啊 你要命長一點 你們說呢 我怎麼這麼 你怎麼該指的 不行啊 我就一隻 那才對 分數高 好 那我就決定救 烏龜啊 你要聰明一點 烏龜啊 你要聰明一點 GG了 遊戲結束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 海獅王家的生物如吃東西幾分 還有後面都有功能牌 可以看到了在後面 大家看包圖卡就可以看得懂 想問一下剛剛玩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突然有一個遊戲 突然有一個 你們剛剛不都貢先嗎 唉唷 都在游泳 我應該要清一合進 可是那今天他都說要穿垃圾 我今天都一直吵著 我今天的白衣就是 覺得很棒 哈哈哈哈 掰掰 其實這遊戲有很多 可以看好的部分 那就是從那個人 有時候垃圾的東西啊 然後安保他 自己還有生物的 什麼東西之類都給他拿來 那就 歡迎大家 有客人的話 可以玩這個遊戲 玩玩玩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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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